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 多位女性发言者试图重新塑造特朗普的形象 接着 我们来看看特朗普在密歇根州的首次造势活动 他大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慰问性 并嘲讽民主党高层 特别是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总统乔拜登 最后 我们来关注一下时尚趋势和重大事故 迷你多口袋背心成为Z世代女性跑步的新宠 而在陕西省上落实发生的他桥事故造成了严重人员伤亡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明镜电视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领袖节目 今天 我们将带您深入探讨三个引人注目的新闻事件 首先 我们来看看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他的公开言行一直备受争议 但身边的女性却表示他私下里是一个慈爱的父亲和支持女性的形象 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 多位女性发言者试图重新塑造特朗普的形象 展示他对家庭和女性的支持 接着 我们来看看特朗普在密歇根州的首次造势活动 他大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慰问性 并嘲讽民主党高层 特别是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总统乔拜登 最后 我们来关注一下时尚趋势和重大事故 迷你多口袋背心成为Z世代女性跑步的新宠 而在陕西省商洛市发生的他乔事故造成了严重人员伤亡 明镜电视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报道与分析节目 今天 我们有几个极具挑战性且引人深思的话题要讨论 首先 唐纳德·特朗普在密歇根集会上震撼发言 表示他想带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去看棒球比赛 帮助他放松 这一言论立即在全球引起了轩然大波 特朗普提到了他与金正恩过去的互动 并强调两人之间的友谊 接下来 特朗普长期以来因为对待女性的方式受到批评 但他的家人和律师却表示 特朗普在私下里是完全不同的一面 伊万卡·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特朗普 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讲 试图展示一个关爱家庭 支持女性的特朗普 最后 特朗普在枪击事件后首次举行竞选集会 声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他发来慰问信 特朗普回忆起与习近平的会面 强调两人之间的私人关系和对中国采取的强硬政策 这让人不禁思考 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是否会在未来再次成为焦点 明镜电视 欢迎来到我们的选举简报节目 今天 我们首先来看看佩洛西在北卡罗来纳州民主党年度团结晚宴上的讲话 他强调选举是关于未来的承诺 而不是过去的成绩 佩洛西并未提及拜登是否会继续参选 但强调了2024年总统选举对于生育权 可负担的育儿和儿童税收敌免等问题的重要性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特朗普在密歇根州大级流程的首场竞选集会 这是他在遭遇暗杀未遂事件后的首次公开露面 虽然他之前表示会转向团结的信息 但在这次集会上 他再次使用了激烈的言辞 攻击拜登和哈里斯 并毫无根据地指控民主党在2020年选举中作弊 最后 我们来看看副总统哈里斯在马萨诸塞州普罗文斯敦的募款活动 他在活动中为拜登辩护 称他是美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总统之一 同时批评了前总统特朗普 交通部长布蒂吉格也在活动中发言 表达了对拜登的支持 并强调了他的成就 经济日报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Jake Sullivan 表示 美国正在准备对支持俄罗斯发动乌克兰战争的中国实体实施新的制裁 并暗示银行可能成为目标 沙利文在科罗拉多州一个安全论坛上表示 中国的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国家正当行为的范围 未来几周会继续观察情况 并预期会有更多制裁措施 拜登总统去年年底发布的行政命令 允许财政部追查为俄罗斯国防工业 获取居民两用而提供便利的银行 沙利文强调这些权利并不是摆设 并表示一旦发现符合制裁制度的银行时 将采取行动 尽管北京方面在美国提供违反俄罗斯制裁的金融交易的具体证据时 做出了回应 但沙利文认为 中国企业仍在继续帮助俄罗斯的战争机器 网易 看得真是让人大跌眼镜 特朗普最痛恨的人之一 扎克伯格最近却对他大吹法罗 前几天 特朗普公开痛骂扎克伯格 并威胁一旦当选就要把他关进监狱 然而扎克伯格旗下的Meta公司 却宣布全面解封特朗普在Facebook和Instagram的账号 更令人惊讶的是 扎克伯格在接受彭博社专访时 称看到特朗普在脸部中枪后 站起来挥舞拳头的场景 是他一生中见过的最牛掰的事情之一 扎克伯格还表态 今年不会支持任何总统候选人 但却对特朗普大吹法罗 这似乎暗示他不会再大手笔支持民主党 扎克伯格的求生欲满满 毕竟现在的形势早已不同于四年前 特朗普卷土重来 很可能再次入驻白宫 而扎克伯格的老对手 马斯克也公开站队特朗普 共同网 日本自民党干事长茂木敏充 在新系县长纲市演讲时表示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在总统选举中获胜的可能性增大 他认为如今美国的氛围 已经从基本上是特朗普逐渐靠近 确定是特朗普 茂木展示了自信 认为如果特朗普当选 日美关系在经济和安全保障领域将得到加强 茂木提到自己在前特朗普政府期间 曾负责日美贸易谈判 表示可以很好地应对日美双边问题 但在乌克兰问题和气候变化等国际社会课题上 可能会面临挑战 新洲网报道 美国政府网络安全高级官员严厉批评重机 Crowdstrike公司进行有缺陷的更新 导致全球企业和政府系统当机 犯下严重错误 由于重机软件更新有缺陷 微软视窗Windows操作系统受到了影响 全球850万台设备遭遇当机 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局长伊斯特利 在社媒发文表示 这次事故对全球关键基础设施运营产生严重影响 虽然重机并非出于恶意 但仍需为此负责和道歉 专家警告 这次事件暴露了全球科技对少数公司的依赖风险 一旦这些平台出现问题或遭蓄意攻击 世界似乎随之崩溃 美国新闻01报道 唐纳德·特朗普在上周侥幸逃过暗杀未遂后 于密歇根州大级流程举行了他的首次竞选集会 在集会上 特朗普猛烈攻击民主党人 嘲笑美国总统乔·拜登 并将前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比作狗 尽管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呼吁全国团结 但特朗普面对热情的支持者时 大肆讽刺他的对手们 他详细描述了他死里逃生的经历 并表示这是上帝的恩典 特勤局因为能充分保护特朗普而受到审查 特朗普的安保团队多次要求增加安保资源 但特勤局以资源不足为由拒绝了这些请求 导致特朗普与特勤局之间的紧张关系 今日华尔街报道 投资者普遍对特朗普总统任期的经济政策感到安心 尽管市场波动专家指出 由于通胀放缓和预期的降息 投资者对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感到乐观 Tribeca Investment Partners的刘军贝认为 美国的利率走向和市场预期的降息 使得投资者转向周期性公司 特别是消费者可选择性公司和房地产信托 GSFM的斯蒂芬·米勒和AMP的辛恩·Oliver 则指出 无资金支持的减税和激进的关税计划 仍是市场波动的主要原因 BetaShares的David Bassanese表示 通胀下降和降息前景对市场有利 投资者对特朗普胜选感到放松 网易报道 7月20日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 第14届全国美术作品 展览工艺美术与陶瓷艺术作品展 在省美术馆隆重开幕 省委常委 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宣布展览正式开始 中国文联党组成员 书记处书记谢力 以及省领导张伟 姑清也出席了开幕式 本次展览由文旅部 中国文联和中国美协共同主办 省委宣传部 省文旅厅和省文联承办 共收到全国各地的投稿作品3981件 最终有384件作品入选 其中公益美术作品147件 陶瓷艺术作品237件 展览坚持与时代同步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展示了丰富的题材和特殊的材料 体现了时代精神和文化内涵 助力推动工艺美术 与陶瓷艺术的高质量发展 江西作为工艺美术和陶瓷艺术的发源地 此次展览在南昌举办 更是为研究这些艺术形式 提供了宝贵的视角 明镜电视的节目《大师不服》 由六度世界的六博士和小六子共同主持 带领观众深入了解 艺术大师之间的激烈对抗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绘画界的色彩狂想 范高对抗高更 雕塑界的古典之争 米开朗基罗对抗贝尼尼 建筑界的歌特之战 维奥莱勒杜克对抗普京 每一场对抗都充满了艺术激情和创新精神 范高和高更的色彩狂想 米开朗基罗与贝尼尼的古典雕塑之争 以及维奥莱勒杜克和普京的歌特建筑之战 每一场对抗都展示了不同艺术家们 对美学和技艺的独特理解和追求 这些对抗不仅是艺术风格的碰撞 也是艺术思想的激烈交锋 带给观众无限的思考和启迪 新州网报道 韩国总统尹熙岳的妻子 第一夫人金剑西 因涉嫌操弄韩国BMW代理公司 Deutsch Motors股价获利 和收受迪奥名牌包 而被检方传唤调查 7月20日 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反腐败搜查二部 和刑事一部对金剑西 进行了长达12小时的面对面侦讯 金剑西涉嫌违反反贪污法和资本市场法 检方曾多次向他寄送书面问答书 但未能取得突破 此次调查的重点是 金剑西是否知情 其银行账户被用于操弄股价 此外 金剑西在去年11月被曝光收受 价值300万韩元的迪奥名牌包事件 也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尽管韩国国民权益委员会 在上个月的结案声明中 提到未发现新证据 但案情在一个月后又发生了大逆转 引起了公众和在野党的强烈批评和关注 民报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新城民生五小时节目中表示 保安局建议制定保障关键基础设施 电脑系统条例 其目的是保护关键基础设施 要求营运者以合理安全方式管理 仅针对大型机构 中小企及个别市民不受影响 他强调这项工作完全不触及个人私隐 若有人称政府借此掌握市民资料 那是抹黑 政府计划在全港安装2000部闭露电视 邓炳强称此举务实 以考虑资源 人手及罪案形式 选择人流较多或罪案较多的地点安装 此前 政府在望角安装了15部闭露电视 已成功破案至少7宗 邓炳强还提到 通关时使用合作查验 一次放行模式是终极目标 深圳黄港口岸翻新工程进展理想 他表示 下半年国安及治安工作仍是重点 并计划推出更多便利市民的措施 同时继续培养青少年的国民身份认同 及国安意识 明镜火拍 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和小六子将为大家主持光影流转节目 内容包括盗梦空间 梦境与现实的交织 莱昂纳多 迪卡普里奥 从偶像到实力派 克里斯托弗·诺兰 时间与叙事的魔术师 首先 《盗梦空间》这部电影 由克里斯托弗·诺兰指导 莱昂纳多 迪卡普里奥主演 讲述了一个关于梦境与现实交织的故事 影片通过复杂的叙事结构和视觉效果 展现了诺兰对时间和梦境的独特理解 莱昂纳多在片中饰演的角色 展现了他从偶像派到实力派的转变 令观众印象深刻 而诺兰则以其独特的时间和叙事手法 再次证明了他在电影界的魔术师地位 网易 马克·扎克伯格在接受采访时称 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在遭遇枪击后的灵威反应霸气十足 令人鼓舞 彰显出他深得人心绝非偶然 扎克伯格回忆道 看着唐纳德·特朗普中枪后站起来 在国旗下振臂高呼 这可能是我这辈子见过最牛X的事之一 他表示 作为美国人 很难不被这种精神和斗志所打动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特朗普 尽管如此 40岁的扎克伯格拒绝 为特朗普或现任总统乔·拜登背书 并明确表示 他不打算以任何方式介入此次选举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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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